幸福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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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沛山 歡迎收看幸福相談所 幸福在身邊 來... 來 趕快來介紹一下 迎接幸福的幸福來賓 有美麗的辣媽珍莉 帶著一對好可愛的小朋友 City & Sky 來看鏡頭 看那邊小朋友揮揮手 怎麼有這麼可愛的小寶貝啦 好 接下來呢 剛剛從這個綠島做人成功回來的 沈玉琳跟雅雅 大家好 還有也是一對很甜蜜的夫妻 即將要當爸爸媽媽啦 宇柔跟小郭師傅 哈囉 大家好 還有包准讓妳生男生女 隨心所意的我們的偉倫總醫師 各位大家好 好 還有大家的好朋友 邱琳 邱醫師 大家好 好 大家知道嗎 台灣其實已經變成全世界 生育率最低的一個國家 以去年的調查 平均喔 每一對夫妻生了幾個小孩呢 只生0.895個 意思就是平均每一對夫妻 還生不到一個小孩 如果再這樣下去該怎麼辦 台灣會不會亡國呢 如果不想亡國 就要靠大家提升這個總體的平均率 我們先從玉琳跟雅雅開始問起 最近做人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已經結婚一年半 還沒有好消息呢 我覺得有時候 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因為我後來去問醫生 醫生說那個放鬆心情 而且你們沒有超過兩年 他說兩年以上 再去煩惱的話還不嫌遲 那我因為 但是我想說 因為我年紀也很大了 我以前不急 我以前覺得說小孩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個精神上壓力各方面 可是後來為什麼急起來了呢 因為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你不趕快生 你想看以後 你小孩你小學的時候 你都幾歲了 你敢帶你小孩去學校上課嗎 我說為什麼不敢 我兒子為什麼不敢 他說你不怕 人家說 你小孩的同學說 你小孩的同學說 你小孩的公子帶你來 你小孩的公子你來 你小孩的公子你來 你小孩的公子 所以你給自己設定的一個底線 就是兩年 如果兩年到了還沒有 要怎麼尋求幫忙嗎 我們是去年二月結婚的 其實轉眼也快兩年 所以 那要到時間了啦 還要到 對 所以我這段時間 我記得我之前有去找過那個 西醫 那個在台中也很有名 是一個名醫 但是我去看了兩次 為什麼就打退堂鼓 因為覺得好麻煩 他檢查 他老婆身體以前的男生 他說要我把自己的東西弄出來 那我還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說弄出來 怎麼弄 自己怎麼弄出來 他說自己弄不出來 他還叫我說 你早裝清純了 這種事情生兒育女 唯一一個真言 就是要情根雲才會有收穫 那你是不是有努力做到這個部分 有沒有帶作 這一點有爭議 因為很多醫生都告訴我說 不要常常做 就是說你做的時機 不是恰當的時機的話 那也是不知人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反而認為說 要養精蓄銳 選定好時間 比方說女生的排卵期 然後就一次集中火力 全部給他這樣子 他們認為這樣子威力比較強大 到底哪一種說法為真 哪一種比較正確 我們趕快問一下偉倫醫生 我們是應該要集中火力 然後一次達正 還是說像我剛剛說的 情根雲才會有收穫 我先講一下 剛才那玉琳哥的臉皮真的很厚 什麼叫兩年 根本不是兩年 現在台灣 日本 韓國 台灣 已經把兩年變一年半 倘若兩夫妻 他們兩個沒有任何問題 也有正常的性行為的話 其實一年半以上 就叫不孕症了 不管你有問題 什麼時候縮短了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你沒有up date 沒有更新到 還有就是說 我們無力去羞辱一個 一個男生的一個自尊 但是其實對於一個正常 比方健康的心理的話 其實你每天做都是可以的 因為精子精液來說 它是會代謝 但是我們不鼓勵你 綜遇過度 可是如果說 你說養精蓄銳 從月經第一天開始 就一直除菌 因為很多人都開始除菌 除到排卵期當天 結果14天 其實都是老精子了 而且形態也不對 而且搞不好當次法 樹木也稍微有一點問題的話 再加上它抽菸喝酒過度或熬夜 其實它的一個品質是不好的 不只是樹木 其實品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剛才說 什麼保留到後頭再一次來 那個根本就是藉口而已 對不對 我體力也不錯 嚴厲特被我們戳破了 我這樣講的 原因不是說什麼 體力差要故意要過時間 其實都還算正常 但是因為有醫生就告訴我們說 盡量不要說太平反的話 又擔心說 那個主房子活動力不足啊 什麼等等的 那甄莉咧 你們家已經算是100分了 對 一女一兒 還按照順序剛剛好 那老實說啦 當初有沒有一定要生個兒子 傳宗接代的壓力 有 因為像第一胎的時候是生女兒 所以在第二胎的時候 因為我老公是獨子 上面有三個姊姊 下面一個妹妹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生一個兒子 所以那時候有在計劃就是 我們是不是乾脆去做 金蟲分離術 連金蟲分離術都嘗試過 對 因為醫生 我們有問過醫生 因為醫生說做男生的機率比較高 有到七成 那女生的話 其實跟自然生產一樣 就五十五十 對 那所以想說 那時候就去乾脆做 到時候啦 因為我跟我弟弟差一歲半 我很怕 跟我弟弟從小就吵架 所以我怕他們兩個 等一下從小吵架打架 那我會受不了 所以我想說差遠一點 所以目前差個五歲 對 可是錯了 差幾歲都是會打架 差幾百歲都會 對 真的也會吵架 誰欺負誰比較多 弟弟欺負姊姊 那他姊姊就叫 你那麼厲害喔 你會欺負姊姊喔 對啊 對啊 他只會笑 超可愛的 姊姊 你覺得呢 媽媽在家裡頭有沒有偏心 沒有 對你跟對弟弟都是一樣的 一樣好 你覺得這個弟弟可不可愛咧 那如果說喔 媽媽還要再生一個 你希望媽媽生兒子還是生女兒 就是再給你一個妹妹 還是再給你一個弟弟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要弟弟 她受夠了弟弟 妳受夠了 這是真的 為什麼不要再一個弟弟 因為 因為我不想被打 不想他們兩個聯合打我 對啦 她覺得如果還可以選擇 還要再一個妹妹比較好 那甄莉當初喔 懷孕的時候 有胖很多嗎 生這兩個會不會很辛苦 兩個 其實像她的話 因為是低胎 所以我胖了25公斤 所以剛才遺留說她才5公斤 我覺得好羨慕喔 我胖了25 然後所以後來在生店 我又節制一點 所以我胖21 也是很多啊 兩個都是已經超過 超過標準的 一般可以承受的那個了 那當時是怎樣 就是因為對自己特別好 所以拚命吃 唯一懷孕的時候是不需要減肥的 就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對啊 所以就變得吃比較多 而且像我老公又懶 也只有在懷孕的時候 他對我非常好 就是我想吃什麼他都會去買 所以我就有點那種抱負的心態 因為平常都不買有沒有 接下來到半夜都會起來去買 而且呢 從這兩個小寶寶的體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家的伙食辦得非常的好 人家的小孩都說 要趕快吃 趕快吃 我們家說不要再吃了 不要再吃了 吃少一點 台灣瘋利獨死的典範 就在他們家 對 他們家的那種 哪些食補 吃了以後胖孩子都會胖產婦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那個吃瓜的水直接 非常的不錯 我才會到現在 好像吃一個月 吃一個多月就胖5公斤